第三十二集 坠入爱河 谁稀罕那些东西 李顺愤愤地道 若依咱的性子 把那几个电火机 码倒之后 就一把火连同黑电 复制一具 不过 那样痛快是痛快 可是火势蔓延起来 整个盘龙镇 没有全部被烧光 所生的也不会太多了 此不就是滥杀无辜了吗 可是不烧黑电 等到那帮火机醒来 必会打店里财宝的主意 如若发生争斗 事情闹大 追查起来 也不好收场呢 所以 咱才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做一回打家劫舍之刀客了 唉 那么 你揽下此笔不义之财 不又成了一大累赘了吗 杨坚没好气地说 你到底打算杂处着他 咱今日骑在马上 就一直琢磨着事呢 好 看来 你已经有成算了 咱想 先做三十五个不口袋 再把那些金银 大致平分成三十五份 装入袋中 并且缝好 然后标上 一至三十五个号 除了你 我 师父和弱水之外 连小乐子在内 一共三十五个人 他们采取 拈鸠之法 抽到几号 就拿几号布袋 这样 可以避免 互相扯皮 说你得到的银子 成色好 我分的金子 不是九九金等的 平日里 你大将军 围观一方 两袖清风 图的是日后的前程 可是手下这拨人 跟你走南闯北 却没个 实实在在之念想 他们还会对你 死心塌地吗 至于那些布呀 捐呀 就不分给他们了 他们拿去变卖 也值不了几个钱 反而添麻烦 惹是非 反正你府上人多 添个衣裳什么的 都用得上 杨坚挺后 没说赞成 也没有反对 算是默认了 说话之间 之间弱水 匆匆地走了过来 你们叫咱好找呀 杨坚一惊 站了起来 忙问道 师父咋了 师父没咋呀 他用过餐后 咱就在那辆车上 铺了一层褥子 让师父躺下 不一会儿 他就睡着了 落水 瞪了杨坚一眼 然后说 大师兄 咱发现在你的眼里 只有师父 压根就没有别人 得罪得罪 杨坚一想 也是呀 连日来 自己竟然没有正经地 和落水说过一次话 于是他道 师父病重 又出了这档子事 师兄着急呀 真是呀 这些年来 如果不是落水照料 还不知道师父 成什么样子了呢 咱并不是要你 给我戴高帽的 落水说 落水从九岁起 被师父收养 是他 把咱一手拉扯大的 如今师父年老体弱 咱招服他 是做人之本分 咱都是师父拉扯大的呢 师父的大恩大德 咱一辈子都不能相忘 李顺由衷地说 给 落水把妖刀拿了出来 递给李顺 咋的 不能用吗 用都用完了 好使得很呢 这刀真快 哦 那你拿着继续用吧 送给你了 那么长的一匹布 多给师父 也多给你自己 做几件衣裳 好 你们聊吧 咱得去查查上 杨坚起身走了 他打心眼里 还是很喜欢这个 心智口快的小师妹的 落水 坐到杨坚刚刚坐过的 一块石头上 不远处的溪水中 聚着一匹匹骏马 和他们的主人 近日来 这些畜生跟着人们 一路急行 也都累得够呛 此刻 车夫和各自的马主们 借悉心地 往马身上涂抹一种 用灶脚进城的 叶枝 再用刷子 刷他的全身 这种灶脚液 有很重的碱性 不仅能去马身上的 乌迹和汉字 还能杀死寄生在 马皮和松毛里的虫子 骑士都非常爱惜 自己的马 只要有机会 宁可自己不吃喝 也要先把马打理好 马也很有灵性 对关爱他的人 总是摆一摆顺 队伍中 只有杨坚的坐骑 是由一名专职马夫 照料的 李顺一般都是自己 管照自己的坐骑 但木下杨坚和李顺的马 再加上落水的一匹 都是由马夫在洗刷 咱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落水笑着对李顺道 你们那个小乐子 女工做的比咱还好 他帮咱缝衣裳 比我快 还比我做得好 那是自然 李顺想了一下 没往深处说 这是泛泛的道 他是吃过苦的 做其他事 也是特别勤快 却说这边 杨坚查完哨 就返回到 师父歇息的马车前 马车是空场的 没有膨胀 停在一棵 绿阴如盖的大树下 在这里 完全没有了秋躁的感觉 从大山里吹来的风 凉爽一人 至先师父 躺在宽大的马车中 身上盖着 刚由弱水缝制的 薄薄布钦 睡得很香 很沉 很安详 杨坚在心里一算 师父眼下 也只不过五十左右的年纪 但已是满脸皱纹 身心疲惫 眼见下 已显出两个 很明显的眼带 他贫病交加 却仍然关注着 徒儿的行踪 宁可自己吃苦 而不去求助 或打扰他们 不过 若与前日 蜡黄的脸色相比 当下 已有了些许的光泽 他想起 小时候练功的时候 自己只要出现 一丝的懈怠 师父就会毫不留情地 迅疾地 用一个微小的动作 把自己撂倒 以示警戒 那时候的师父 是何等的精神 和使人敬畏呀 这时候 一只影子 落在了师父的脸上 杨坚用手去驱赶 衣袖把师父的脸 扫了一下 师父就醒了 他睁开眼 看见杨坚 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来了 这一觉睡得真响啊 感觉病全好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杨坚也舒心地笑了起来 你去把弱水叫来 咱想去洗个澡 咱已经有好几日没洗澡了 很难受 您别动 就在这里洗好了 咱去叫人烧水 并把这周遭围起来 哪有那么麻烦 此处不是有溪吗 咱去洗里洗就是了 那水太凉 您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呢 不碍 咱住大山里 习惯了 况且呀 那水不仅养人 还能治病 那好吧 咱去叫弱水 杨坚知道师父的脾性 立即去叫了弱水 杨坚把李顺和弱水叫过来后 弱水清理换洗衣裳 杨坚和李顺 则搀扶着师父下了马车 师父在地上走了几步 感觉轻松自如多了 几个弟子都分外的高兴 弱水把衣物和新做的洗澡布巾 挽成一个小包袱 走上前来 杨坚和李顺正欲离开 弱水却是道 二师兄 你别走 咋了 你得给咱做个帮手呀 这事 咱能帮你做啥呀 李顺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放哨呀 别叫那些男人走过来 李顺看了看杨坚 杨坚挥了挥手道 去吧去吧 师父的病病为好利索呢 这路不好走 你还得帮着扶一扶 师徒一行三人 朝小夕的上游走 看得出来 师父着实很高兴 三个弟子都会齐了 而且都在尽心尽意地服侍自己 师徒三人转眼就来到一处水势比较平缓的地方 弱水说 就这里吧 说着把包袱放在了岸边的一块石头上 嗯 那我去放哨了 站在一旁的李顺说 嗯 弱水看了他一眼 故意地打去道 注意啊 别叫男人过来啊 我知道 还得注意 你也莫拿贼眼往这边瞅 李顺通红着脸赶紧走开去 这时候 只听师父在身后教训弱水道 一个出家人 怎好说这种玩笑话 你呀 永远都长不大 李顺坐到一块石头上 背对着师父和弱水 此刻 已经是深正时分 西斜的阳光射在小溪上 使溪水跃动了一片淋淋的金光 山中之鸟雀开始归巢 有的在西面飞舞 有的在枝头周揪 李顺正经微坐着 一动都不敢动 吃过午饭的人们 有的还在憨声大作的 不昨夜的瞌睡 没睡的都看见师父和弱水 去上边洗澡了 谁还敢往这边闯啊 这个弱水也真是的 不分明是在折磨人吗 李顺就这么如做针毡一般的 把屁股和腰都做痛了 心想 咋洗这么久还没有洗完呢 实在是忍无可忍 终于不由自主地扭头看去 这一看不打紧 竟使邓大的目光给定住了 这时候 只见师父已经换了一身新衣服 气定神闲地坐在西边的沙滩上晒太阳 而弱水竟然一丝不挂地在水中沐浴 出家的女居士 平时不管天气有多热 总是长袍大挂布袜 把自己封过得严严实实 可是一旦脱去身上的罩袍 天哪 竟是这样的白 白的就像是一尊上右的慈菩萨 是那么的光洁纯粹 而尤其是此刻 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下 那白生生的动体 熠熠生灰 令李顺心慌意乱 弱水洗完澡 也换了一身新衣裳 虽然是肃静的深灰色 但是干净洒脱 待三个人回到马车旁的时候 杨坚正在指挥几名侍卫 用从车上卸下的崭新白布 搭建一顶帐篷 杨坚见他们回来了 高兴地对师父道 今夜 您和弱水就睡在这里 杨坚是这支队伍中最大的官 师父对他的安排 也没有表示任何的意义 当大家都在欣赏那顶新帐篷的时候 弱水绕到了李顺的身边 压低嗓音 压低嗓音 二师兄 你真坏 心知都明的李顺当然知道 弱水所指的是啥 但是 他的嘴却只念如着 没敢发出声音 别狡辩 咱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弱水说话的时候 狠狠地瞪了李顺一眼 秋老虎再厉害 过了黄河 其威力已大大的减弱 随着山风的吹袭 入夜后 暑气顿消 而且还感到了 丝丝凉意 幸亏弱水早防着这一招 反正不多 他请小乐子 里三层外三层地 赶缝了一床 后不亲 只先师父用完晚膳 热水陪他在营区周遭走了走 直到太阳完全落土 才回到帐篷里面 躺下休息 杨洁也在溪中 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晚膳的时候 还喝了一碗酒 这酒也是侍卫们 从黑店仓库里搬上车的 所以他躺下后 便立即憨然入睡了 约至丑时 只听四夜之松涛声 一波接一波地 高低起伏 呜呜作响 连绵不息 躺在帐篷中的李顺 则与杨坚恰恰相反 一直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一会儿 弱水如花似玉的动体 在他眼前呈现 一会儿 浮现于眼前的 仍是他那很可爱的 怒目圆瞪的双眼 呼的 营区外 喊声大作 堵住他 堵住他 接着 几匹受惊的马 也灰灰地大叫起来 李顺猛地坐了起来 从枕边抄起了配件 连靴子也没有穿 光着脚就冲出了帐篷 野外 在朦胧的月光下 只见几条人影 在灌木丛中 挥刀舞剑 狂追着一条乱窜的黑家伙 其后 几名侍卫打着火把 拿着武器赶去赃园 待李顺赶到的时候 只见一头野猪 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 长着獠牙的嘴 还在呼吱呼吱地 喘着粗气 他的四周 已经拒着 十余个人 哎呀 留几个会杀猪的 处理他就行了 其余的人 去睡觉吧 李顺说完 往回走 才觉得脚板火烧火燎 一般的痛 爱师兄 出什么事了 李顺抬头一看 见落水裹着单衣 手中还握着 他送他的那把小腰刀 神情紧张地看着自己 哎呀 没什么大事 一只野猪 大约是闻到 我们吃剩的饭菜香味 闯入了营区 被侍卫们给宰杀了 他接着问 师父呢 师父平日睡觉 极为警醒 今夜这么长 竟然没有醒呢 哦 师父太虚弱 补补睡眠好 李顺 再看弱水 刚才外面 气氛那么紧张 他出帐篷的时候 却还不忘 戴上僧人的那顶帽子 不过 即便如此 朦胧月色中的他 更显得如水一般的 轻力和动人 李顺 顿时觉得一股激流 在周身涌动 可他 还是强压着说 快进去休息吧 外面冷了 说着 便大不留心地走了 并钻入 自己的帐篷中 此时 身边阳间的寒声 仍如雷贯耳一般地 轰鸣着 清晨 对夜间的嘈杂 毫无知觉的阳间 却被一群 喋喋不休的 山雀噪闹声 吵醒了 他神清气爽 披挂起身 见李顺 还在呼呼大睡 就捏手捏脚地 独自钻出了帐篷 到西边的时候 忽然闻到一股 浓浓的肉香味 抬头望去 只见几个人 在西边的避风处 架起了两只大斧 烧住着什么 他走到近前问 咱不是说 今日也休息的忙 怎么这么早 就起身造饭了 嘿 大将军 你莫非不知道 昨夜站岗的侍卫 打杀了一头 送上门的大野猪 一个在造前 添柴的士族 指着石子摊上的 大半边野猪肉说 你看哪 我们才顿了不到一半呢 哦 昨夜竟有此等事 杨坚转身 走进帐篷 把李顺拍醒了 问道 昨夜执勤的侍卫 打杀了一头 百十斤的大野猪 你知不知道啊 咋能不知呢 李顺翘翘起了一双脚 把被石子金桔 割破的脚板 对着杨坚 他说 你看啊 咱这双脚 现在还疼呢 一开始 外边人喊 马斯的 咱还以为出大事了 连靴子也没有穿 就冲出去了 咱为啥 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呢 说呢 等咱从外面回来 你还一个劲地打憨呢 说话间 落水过来倒 大师兄 二师兄 师父请你们过去 他有话要对你们俩讲 咱现在 给我 得便宜了 那 治患 咱 来 咱 来 瓶了 情